它算是定妝睫毛 但是通常我會把它使用在 當你的睫毛的基底 然後再快速地刷上睫毛膏 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化妝箱裡面究竟會有什麼小霧呢 我必帶的小霧其實就是人工淚液 還有眼睛會讓你涼涼的 比如說你累了拍累了 讓你有一點精神 還有護手霜啊 然後還有牙線 你要繼續在拍照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模特兒會卡一些牙 為什麼呢 如果沒有帶的話 那我就說我有牙線 這時候就是拍上用場 然後還有香水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就是拍完之後 然後模特兒可能覺得自己味道 只是那麼舒服的時候 我就說你要不要噴一點香水 就是擋一下就是剛剛工作完畢的 那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我跟你講最特別就是我工作 一定會帶這種很可愛的 或是很漂亮的餐巾紙 因為我很習慣把它墊在 就是桌上啊 然後把我所有的東西 放在這邊 然後也是因為我覺得 可能有時候我們去的工作環境 可能會比較有點髒啊 或怎麼樣 然後我帶這個紙巾 比較可愛 然後又可以隔離一些 比較髒的一些桌面 比較過敏類的可能它有九招性啊 或是比較過敏啊 會刺痛或是曬傷啊什麼 它沒有辦法用比較刺激一點點的化妝水的話 我會用比如說活泉水啊 那種禮膚飽水啊 一樣這種礦泉水去濕敷 但是我在濕敷之前呢 我會包包擦一層這個乳液 它比較沒有什麼化學成分 所以它其實也是不挑肌膚的 所以它其實也是很適合敏感肌膚 跟各式各樣的肌膚 它在妝前使用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其實都會薄薄擦上它們的皮膚之後呢 然後再用活泉水大量的濕敷在臉上 至少要五分鐘最少最少 然後一直維持濕潤的狀態 然後再拿下來開始化妝 像一般如果膚況還不錯的話 沒有敏感性的問題的話 我就會先用前導 這兩種都是屬於前導類的 我就會先上前導之後呢 然後再濕敷這種 也是沒有膠狀的那種化妝水 然後完全就是很適合每個人 然後它不會讓你化妝之後 會有什麼起屑的問題 然後它也是非常非常的保濕 我覺得我最近特別喜歡的好物就是這個 它算是定妝睫毛 但是通常我會把它使用在第一個步驟 就把它當底 當你的睫毛的基底 然後再快速的刷上睫毛膏 它的持久跟撐的那個弧度 會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你不可以兩個眼睛擦完再擦 一個眼睛上完這個底膏之後 要馬上再上睫毛膏 這樣才不會乾掉 對 因為它很快就乾了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攜帶很方便的遮瑕膏 它有三個顏色 我就是非常的推薦 因為我也是用到已經見底了 眉毛要畫好看的話 其實就是要從淺中到深這個步驟畫 就是眉頭比較淺 然後中間就是二次顏色比較深的 然後最後是最深的 所以其實我可以建議從眉尾呢 用眉粉 然後慢慢的帶出眉尾的部分之後呢 用顏色往前推 推到最淡 然後比較不容易出錯 而且你可以順便帶到鼻影的位置 然後如果你的眉毛有眉流的話呢 我可以建議用這個Benefit的透明的膠 它可以讓你有那種野生眉的感覺 會看起來比較俐落 我覺得化妝最該注意的地方 除了你的底妝要比較乾淨 薄透以外呢 我覺得大家有時候會忽略眼睛的部分 比如說眼影啊 它上的技巧 可能有時候會有點下手太重 所以我可以建議大家可以 從最淺最讚的地方開始上 就是所以顏色一定要選擇 比較偏大底色的 所以我覺得我蠻推薦這一家眼影 因為它的眼影的珠光感非常非常的低 也比較細緻 所以帶一點點珠光感的 這種質地的眼影 會對一般比如說 我新手來講它不容易出錯 它的珠光就會非常的薄 然後你怎麼推它就會比較 人的肉眼看起來就不會那麼的誇張 而它的質地就也不會到太亮 讓你眼睛會很拋 通常底妝呢 如果我推薦給皮膚比較好的人 你不用用過多的一些粉底液 我會推薦你用隔離霜 比如說你皮膚有點暗沉的話 你可以用藍色或是紫色 上在局部淺淺的淡淡的不用太多 然後大概是T字部位或是笑肌的地方啊 它會讓你有點澎潤感 然後最後呢我會用這種 質地有點絲滑的遮瑕膏去修飾整個五官 也是薄薄的淡淡的去擦它 然後你幾乎就會變得比較有那種 透亮跟奶油肌的感覺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天的分享喔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以下留言 請大家多多訂閱Vogue頻道喔 掰掰